大家好,我是男士成功大學的Colin 沈中穎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啃哲氏化組合邏輯控制方塊 這個專案的開發心得 下面有我的email 因為時間的關係 可能沒辦法講太多開發細節 所以如果有問題可以email給我 先介紹一下我的組員 我們都是來自成功大學的學生 有來自電機系、工科系還有職工所 為了讓我們軟硬整合開發更順利 所以我們職工所的學長也跟我們一起開發電路 電機系的我們也一起寫程式 然後這樣可以讓開發整合的問題更快的發現 然後可以做更好的整合 而且從做中可以學到更多的東西 然後先說一下為什麼我們會開始做這個專案 主要是上學期在成大 Joseph老師有開一門課叫 簽入式作為系統設計與實務 還有另外分老師所開的科技教育與電子教具設計 然後我有修這兩門課 我就去問老師說 我可不可以只做一個期末專題 所以這個專案就這麼誕生了 然後很感謝兩位老師技術上的資源 然後硬體跟經費上也給我們很多幫助 所以今天來這邊幫他們打一下廣告這樣 然後如果這邊的在座的各位有聽過Joseph的話 就知道他是一個什麼都要自幹的人 自己的作為系統跟編繫器都要改過才甘心 然後我們就誠心他的精神 所以我們從電路的設計到城市的開發 以及機構以及美工都是自己來 然後一個知名的幼兒教育家 瑪莉亞蒙特索利 他曾經提出過教育要成功有三個要素 第一個是良好的環境 再來是優秀的教師以及合適的教具 那既然我們生在台灣 在科技教育這環良好的環境可能缺少 那優秀的教師感覺也不多 所以才會有像Joseph還有林瑋芬老師 這樣的熱血的業界人士回來下來教書 那身為學生的我們 能做的就是發揮我們大學的所學 然後自己製作一個跟科技教育有關的教具 那我們的idea是從哪邊來的呢 第一個是有一個圖形化的程式語言叫做Squatch 它可以藉由拉上面所示的圖形方塊來撰寫程式 來控制角色的移動 並且可以製作簡單的動畫及遊戲 那這樣的互動遊戲可以讓小朋友更有興趣 然後開始學習開發寫程式 林瑋芬老師的Prelab就是用這個程式語言 來教導小朋友寫程式這樣 那另外一個玩具叫做Keyboard 是左下角那個就是它的玩具的主體 右邊有許多積木 它可以用積木上的那些程式語言 來控制這個玩具車的行動 那組合完之後 要用那個玩具車上面的掃描器來掃描機目上的條碼 所以這個機目其實就是形式用的而已 那我們要做的就是希望小朋友組合出來的機目 可以直接用來控制這個玩具 然後希望可以讓玩具有更多的功能 可以做一些更有趣的事情 為了達成這樣的目的 我們自己設計的電路 然後自己設計那些程式語言以及語法 然後是做一個簡單的直譯器在我們的開發板上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透過我們那些機目組合出來的程式 來控制我們自己製作的周邊 那首先我們開始介紹一下我們設計的電路 那個這邊的板子是我們自己設計的 我們是只用Ship Register還有直播開關 如果不知道那什麼東西的可以Google一下 或是看那個數位邏輯的課本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樣的簡單的電路 來操控直播開關 來指定每個機目代表的程式語言是什麼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上面很多坑坑巴巴的東西 那是因為我們在設計的時候發生了許多的悲劇 第一個悲劇是我們的IC買錯了 因為廠商跟我們說他們沒有左邊的165的IC了 所以他就給我們165T 那這兩邊的差距第一個他們吃的電壓不一樣 所以我們必須把原本5V轉3.3V的電路跳過 直接供5V給IC 所以這是我們第一次的跳線 結果發現輸出還是不對 結果發現去檢查電路發現 我們的電路出錯了 我們把IC的輸入跟輸出接反了 那電路都焊上去了怎麼辦 我們就只能拿起焊槍把IC解焊 然後把那個IC的PIN角掀起來 兩邊互相跳線 所以才會變成現在電路上面的坑坑巴巴的樣子 就是解焊膠帶跟綠色的跳線 那只有兩塊還好 我們總共有二十幾塊 所以在這上面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不過我們在上面 讓我們的焊接能力非常有顯著的提升 所以如果想要練習焊接 化作電路可能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然後我們還要製作周邊的套件 就是用我們的基目來控制它 那我們這邊選用的是聯發科的LinkQ1開發平台 然後它因為內建有藍牙Wi-Fi等無線的模組 然後還可以有GSM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我們的基目來打電話 然後我們就加裝很多的套件 像是相機超音波還有聲音的輸出 一些輸出的裝置在我們的車子上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透過組合出程式語言 然後用我們的STM32來做質疑的動作 將指令傳送給LinkQ1 然後LinkQ1就可以做出我們那些指令所代表的動作 那接下來是我們設計了許多的程式 那下面的if-else這些基本的東西 還有迴圈啊還有LED的開亮啊 甚至可以打電話還可以傳簡訊 然後有一些基本的判斷 像是用超音波來判斷前面有沒有東西 左邊有沒有東西 然後還可以拍照 還有上面有光明電阻等 就是我們把我們手邊所有的可以用的裝置都加裝了上去 然後為了讓小朋友可以更容易的學習 我們致力於把所有的語法都簡單化 像是左邊一個簡單的方式 它就代表要這個一直重複 然後直到什麼為止 可是小朋友可能不懂這個 Do Nothing代表什麼意思 所以我們就要做一些像 把他改成Wait Until這種更簡單的方式 讓小朋友可以理解 然後他們可以透過我們設計的積木 來做出一些更有趣的功能 那簡單來說 我們這個可以做什麼事呢 像左邊就是Wait Until前面的東西為止 然後再來是拍照 那這樣就是一個簡單的自拍神器 就不用去買什麼很貴的東西 我們就要用我們的設計出來的積木 他們就可以自己組合 然後做一些簡單的功能來娛樂自己這樣 然後接著我們有一個簡單的小影片 這邊可能我們影片沒有拍得很好 然後就是我們的積木 它會隨機的利用光明電圖的數值 挑出ABC這種三個超音波的 隨機挑出一個超音波 我們必須用手去阻擋那個超音波 然後就可以得一分這樣子 然後這樣重複十次 我們就可以破關 然後它就會拍一張照 自動上傳到我們的Server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網頁上看到我們的照的像 那個影片這樣子 那可能再播放一次 這邊可以聽到那個等等的聲音 其實是我們用積木所拼出來的 所以小朋友就可以透過我們製作出來的積木 來拼湊一些簡單的遊戲 然後就可以從中學習出怎麼去撰寫程式 還有一些程式的基本的流程之類的 所以我們用積木的一個回憶 今天我的演講大概就到這邊 還有一分鐘有人有問題要問嗎 我們剩下的一分鐘 所以可能的話就是開放提問一個問題 那這邊不知道有沒有人有對這個積木 可程式化這種組合邏輯這種積木 有什麼樣的疑問呢 不管是在硬體上呢 還是在他們軟體設計上 不好意思 請問它跟FPGA是很像的東西嗎 還是不太一樣 有一些差別啦 就是FPGA 要做出這個 我們主要是 希望可以讓它拼湊上去就可以動 所以它有那個 硬體上它有一些差別這樣子 好 那因為我們時間已經到了 所以我們再次謝謝Colin 謝謝